KIM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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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KO 聽說今天要回答一個 雙魚座上司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 還是一般一般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 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是KIMIKO 如果你還不認識我 慢慢Google一下 不好意思個人比較藍一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然後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很多 有關雙魚座的那些大小事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系列的分享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算碼過來吧 你們想問我什麼 你覺得在工作上面 對待雲鳳算是惡魔還是天使 要聽實話嗎 我覺得我是非常要求魔鬼細節的天使型老闆 因為我是雙魚座 我們座人沒有辦法 只有拼拼的選項 那我要說為什麼呢 因為像我其實我周遭有很多雙魚座的好朋友 例如說 李歐的總經理 然後還有像大家的老師分享 造型師 宥群老師 雙魚座 就我周遭呢 我發現 如果在自己的領域都還有一個 不錯的表現的朋友們呢 應該對他們的員工來講 都會把我們歸類在是非常嚴格的老闆 我還曾經有過就是以前的公司的小朋友 他在離開公司的大概三四年之後呢 有一次他回台灣然後就跟我約吃飯 他就跟我說 老師 我其實以前在跟你工作的時候 有一點恨你 可是你知道我現在的外話叫什麼嗎 我說我不知道耶 他說 現在 我的外話叫小KIMIKO 所以我們那時候 你看我懂了 就是 因為我們對於很多東西 非常的要求細節 所以在當下一起工作的夥伴 會比較辛苦 我覺得雙魚座老闆的人生座右鳴呢 是 你不要問為什麼 你要問為什麼不 所以我們在面對每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覺得 為什麼不試試看 為什麼不這樣做 就是腦筋會一直動一直動 所以變動性嘛 因為我們是變動性做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真的想法想得很快 然後就覺得如果有更好的做法 為什麼不這樣做 那這樣子其實會跟我們一起周遭工作的朋友們 如果他不是變動性做 他就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 慢慢的去找到一個脈絡 就是怎麼樣很明確的下指令 可是又可以根據當下的狀態去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雙魚座的老闆 會因為自己這種就是對細節有那種魔鬼般的要求 也會訓練到自己就是下指令的時候要更明確 因為你就會知道說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然後你慢慢在下指令的時候你就會要求自己 然後你也要把很多東西說得更詳細跟更精準 讓人家有辦法跟你一起做事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是一個會自己反省的星座 當然當下就是我們也會看員工的樣子 然後去想 就是可能當下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很嚴格的要求每一件事情 但是在結案或是檢討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只檢討別人 我們還會想自己 雖然這件事情可能沒有到達我們的標準 那我們自己會去想說 是因為我的指令現在不夠清楚 還是是一個大環境的問題 還是是因為員工他就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 還是是大家一起 我們在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面 會有分岔點 然後再去想 下一次如果遇到同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還有哪些備案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機會跟雙魚座的上司合作 那你可能一開始會有一種很煎熬的感覺 可是忍耐過去我跟你們說 你們人生真的是才生的 我覺得玩好的想 就是有壓力才有成長嘛 好但我知道這句話 下一個網友們一定不買單 所以我要再換個方向 雙魚座的老闆是要求嚴格的 可是也是會懷懷感激的 所以我們的想法會很分明 然後也會很同理痛苦的部分 像我個人就很能夠接受 員工失戀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因為他跟朋友吵架 就是情緒上我可以接受 然後我也可以跟他談 因為我覺得人不是萬能的 但是就是起碼 我們先知道癥結點 那你告訴我說 老師我這一次失戀 我需要兩天的時間 三天的時間 或者是說我需要一個月 可是我才能復原 可是我至少哪些事情 是不會有展示的 那我覺得我就可以接受 就是你要把那個範圍告訴我 然後也讓我知道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或者是你講不出明確的時間點 你就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我也不知道我多久可以走出來 可是我至少不會影響哪些事情 我現階段還能做到什麼 或者是你就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就是我不行了 我覺得我們都能接受 我們的講話方式很一分見血 我想是很多人 都會說一座上司 很不能夠理解的地方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講話很一分見血 所以我們也很能夠接受 別人很直白的講話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也很想知道 你有曾經遇過雙座的上司或老闆嗎 那你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 曾經遇到哪些問題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也許就是會讓我更多的反思 或者是我就可以拿去跟我員工說 你看你看你都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個類型的影片 歡迎訂閱留言按讚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你們的按鍵數越高 KPI越高 我就會拍更多的影片 跟你們分享喔 掰掰